各位SUPERMOTO8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紙上PK的單元 今天我們要PK的車款 我覺得也稍微有一點點殘酷 因為畢竟一台是2022年底全新推出 就砍掉重鍊的新世代車款 對上這個車檔中量級雙鋼長青素 好那我們今天要PK的就是YAMAHA的MT07 對上新登場的SUZUKI GSX-8S YAMAHA的MT07是長青素 這個車從我當初就是剛入行的時候就出現到現在 14還15年的時候發表 對然後2018年的時候有一個小改款 就是車頭稍微換的不太一樣 然後懸吊的部分我記得有經過重新的設定 不過我還是給你陣力試前操 外加沒有確診Control這樣子 非常純粹的配備 對好那我們還是趕快來看一下 他們兩台車在動力部分的差異 沒錯 首先是GSX-8S 它搭載的引擎是水冷的四行程並列雙鋼 DOHC 採用的是270度的曲軸 排氣量是776CC 最大馬力是83HP在8500轉的時候爆發 最大扭力是78牛頓米在6800轉的時候爆發 YAMAHA的MT07使用的是水冷的四行程並列雙鋼引擎 DOHC 並且也同樣搭載270度的曲軸 排氣量是689CC 最大馬力是72.3HP在8750轉的時候爆發 最大扭力則是67Nm在6500轉的時候爆發 可以看到兩台車的規格數據在動力部分其實落差 實際的帳面數據我覺得落差沒有到太大 大概差10p 其實還蠻多的 不過我覺得排氣量也有差 因為GX-8S排氣量來到776CC 其實他們排氣量也差了將近快要100CC 對可是我覺得大家要注意的是GSX-8S 它是你看2022年底全新推出的機種 新世代的機型 所以我在想它的馬力跟扭力部分的調教 騎起來應該會蠻有趣的 其實我覺得我觀察到一個蠻有趣的點 因為MT-07過往都宣傳說他們是扭力大師 對不對 但其實你看8S的扭力還比MT-07高尚的不少 而且它的其實爆發的轉速是差不多 所以我想未來8S說不定也是一台騎乘起來 至少在這種加速反應方面 應該會是同樣有樂趣的車款 而且他們同樣都採用270度的曲軸 講的講 其實270度的夾角 騎乘上面扭力的爆衝感會還蠻明顯的 就是你只要稍微低轉的時候扭點油 然後車子就很靈活很不錯 然後我們這邊也可以稍微再提一下 另外一台也是今年登場的Hornet 雙鋼的Hornet 對 我覺得這三台車比起來最大的差異 其實就是雖然Hornet它有馬力什麼的 再更高一點 但它其實用的還不是DOHC的這種氣缸鋼頭 它用的是一個蠻特別的UNI-CAM 對UNI-CAM的OHC的這種鋼頭 我覺得8S雖然它的馬力比CB750再小一點 但是它相對起來它這個DOHC的鋼頭 應該會騎起來會比較像是MT07這種 所以樂趣上面應該也會有點不一樣 對 那就非常期待未來這些車款導入台灣之後 實際在動態上面 騎乘上面的表現 接著就來看一下 懸吊系統以及剎車系統之間 兩台車的差異吧 首先是SUZUKI的GSX-8S 它搭載的前懸吊是41mm的導力4前叉 形成是130mm 後懸吊則是多連桿的單槍避震器 並且具備有預載可調的功能 形成同樣是130mm YAMAHA的MT07前懸吊是41mm的陣力4前叉 形成是130mm 後懸吊是多連桿的單槍避震器 並且有具備預載可調的功能 形成是130mm GSX-8S 前煞車則是310mm的雙疊 配上的是對象的四火塞輻射卡鉗 後懸吊則是240mm的單疊 配上的是單火塞卡鉗 前後都具備有ABS的功能 YAMAHA的MT07前煞車就是298mm的雙疊 配上的是對象的四火塞卡鉗 後煞車就是245mm的單疊 配上的是單向的單火塞卡鉗 前後也都有ABS的功能 好了我剛剛就說這是車談長青術 對不對完蛋了 MT07又要被嘴了 前面的41mm YAMAHA他們家車怎麼常被嘴這個懸吊 對啊我們前陣子一直聊的 YAMAHA OGRE也是後面用雙槍避震器 現在來到大型重機的範圍 剛剛好這是41星正義式前叉 哇他剛推出的時候 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是你到2023年的今天 你看你的對手們都已經改成倒義式前叉了 你先不要說調教調了怎麼樣 光是那個倒叉看起來就是比較高級 是我覺得確實以那個時代來說 因為我其實也買了一台 跟那個時代差不多 就是MT07的對手 我買了SB650 SB650其實也是正義式前叉 其實說實話大概201415年前後 改款的車其實大家就是用這個東西 那個年代還在正義式前叉 其實我必須說這種東西 其實你如果有稍微升級 或者是稍微調一下 它其實不會那麼不堪使用 當然你拿到對到現在的這些車款 比起來真的就是氣質上會輸人家一點點 我只能說比較可惜 就是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YAMAHA沒有針對MT07 進行一個從裡到外的大改款 對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還蠻多 不管是07的車友也好 他們可能已經等到不想再等 就直接升09了 對另外在煞車系統的部分也有一點點的差異 有像SUZUKI的GSX8S 它採用的就是對向四火塞卡鉗 然後是輻射卡鉗 就是那個形式是輻射式的 另外在MT07這邊就是單純的就是四火塞卡鉗 稍微就是規格部分也稍微輸了一點點 如果你想要享受最新的科技 或者是你想要那種 你知道騎出來就是 我就是要贏對方 那GSX8S 畢竟人家2022年年底的新車 好吧 規格配備還是比較好一點 是沒有錯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比一下兩台車 在電控系統還有配備方面的差異 首先是SUZUKI的GSX8S 它在電控方面搭載有ABS三種騎乘模式 TCS進退快排以及低轉輔助的功能 另外它的配備則是有5吋的TFT全彩儀表 還有一鍵啟動的功能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YAMAHA MT07 它電控配備搭載有ABS 以及可選配的進檔快排 另外在配備方面則是有5吋的TFT全彩儀表 好像剛剛的話又要再講第二次 2023年的現在 很配備只有ABS跟可選配的進檔快排 還不是進退哦 進檔快排就是MT07的原罪 它就是車有點老嘛對不對 對啦就是它確實應該說它比較尷尬 它上面還有一個大哥MT09 那你想要更多更豪華功能 那請往MT09去 MT07保留給一個年輕人就是 可是連R15 V4都有倒叉 跟Traction Control了 好啦你要這樣講 那你有R7可以選吧對不對 R7也是不錯的東西 R7也是差不多的規格 R7也是同樣貝斯的東西 然後規格也差不多 但我覺得確實啦 因為現在大家都在 就是有一種軍備競賽的感覺 就是電控這邊大家都要給好給滿 才可以吸引到你的消費 剛好這個軍備競賽的列車 YAMAHA可能沒有買到票 沒有搭上這班車 不過我覺得MT07依舊是體質非常好 但那顆引擎 畢竟雙鋼的扭力還是不錯 那Suzuki這邊真的就是電控配備 給好給嘛 畢竟就是全部砍掉重電的新車嘛 對不對 三種騎乘模式 TCS 然後直接標配進退快排 哇這個真的是很像 這一點真的是 它有標配進退快排這件事 應該是目前就是它們這個集聚裡面 包含這個新的 因為CB750 HALENET也是要選配嘛 它是要選配 對那它直接給你標配 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非常有誠意啊 那我覺得其他部分來說 其實在儀表部分 因為大家可能會想說 之前的MT07不是改款的時候 是用LCD儀表嗎 對就是包含現在台灣 台灣三葉在賣的MT07 其實也是LCD的 那其實它們在這個22年底的時候 對 海外有做一個這個小小的更新改款 那它就有升級全新的5吋的TFT儀表 對喔 然後我們剛剛講的可選配的進退快排 也是在2022年底才加入選配項目 那其實你現在台灣三葉還沒有公佈 這個新的改版的這個新型的MT07進來 對 所以大家如果有想要這兩項配備的人 那可能要再等一等 沒錯 那另外SUZUKI這邊我覺得 還有一個消息跟大家分享 就是台零機車其實有正式預告說 這個GSX8S已經到台灣到港在檢驗當中 沒錯 所以我就聽說啦 做夢夢到的啦 是2023上半年 我們現在已經快要三月了 大家如果你想要買車 想要買這種雙缸運動街車 重量級的 大家可以稍微存一下錢 準備一下頭期款或者是現金 好 那我們最後也來看一下 兩台車在車架 車身尺碼上面的一些差異 那首先是SUZUKI的GSX8S 它使用的是鑽石型的鋼管車架 軸距部分是1465mm 那車重是202公斤 座高是810mm 那YAMAHA的MT07 車架同樣是使用鑽石型的鋼管車架 軸距是1400mm 車重是184公斤 那座高是805mm 車身尺碼的部分 規格真的非常相近 可以看到兩台車 就幾乎你看車重差不多184到202 我覺得就真的沒有差太多了 就有重一點點 重一點點 SUZUKI這邊還是有重一點點 不過我覺得對於大型重機來說 就是應該你實際在體驗的時候 重量感不會落差 就可能主要的差異會是 你在牽車的時候會有差 因為其實說實話 這重量跟我的SB650其實差不多 對那時候 因為我在買車前 我也是做了蠻多過客 就MT07是我考慮的目標之一 那這一點還蠻多 就是有人同樣跟我這個需求 想要買這個級具車的人 他們就會在意這個車種 然後因為牽車的時候會 那我看到一個蠻有趣的時候 就說你買了這200公斤的車 你以後就不需要擔心說什麼 你牽其他的車你會覺得太重 因為你就已經習慣這個重量 完全可以理解 因為我現在的車比你重更多 就是完全 你買這車你可能之後 你一定會再往更大排量走 對 或者是你就乾脆就退下來 沒錯 對那退下來 你可能反正就是更勤沒什麼好說 那你要往更上面走的時候 也不用落差不會太大 落差不會太大 你不會說很不習慣這樣 這點還蠻有趣的 所以如果大家買重一點的車 以後銜接無縫接軌 那另外一點就是這個軸距的部分 那其實軸距也是還蠻有趣 因為8S上市的時候他們Suzuki自己有說 他們軸距是故意設定的比較長一點 對 然後為的是要更好的這種高速時候的穩定性 所以我在想就是 除非你家的車庫特別小 不然其實這一點比起來應該是不會差一台 我覺得車庫小應該也不會差太多 就是真的騎乘起來應該蠻令人期待 畢竟Suzuki還是拿過Mono GP年度冠軍了 對不對 他們搞到就是年度冠軍拿完之後 坐車坐到沒有錢 連Mono GP都不比了 所以我想你看你買GSX8S就是集結了Mono GP上面的研發技術 在這台車上面 非常棒 你覺得你不要這樣講嗎 不要亂講話 就是這樣子 好啦我覺得就是這兩台車在 不管車重啊坐高什麼 其實真的都還蠻接近 那最終你要怎麼選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跟你覺得哪一台車你去坐坐看 跨跨看你會覺得哪一台車比較好做 那你自己比較不會有負擔 這一點其實還蠻重要 就是如果大家真的有未來有想要買這個車的話 那很建議大家就是不管是找試乘惠 或者是直接去店頭裡面坐坐看 我們全公司目前是都非常期待GSX8S的試乘會 包含Ben 因為我們覺得這車應該是非常好奇 Suzuki這麼久沒有出新車 我們真的非常期待 真的蠻期待的 既然都已經講到很期待的東西 我覺得另外一個大家也非常期待 就是他進來台灣之後可能的建議售價 以及他們價格之間你最後要怎麼做選擇 那我們來看一下GSX8S目前根據他們在意大利 歐洲意大利他們那邊公布的建議售價是8900歐元 換算成台幣大概是29.1萬 YAMAHA的MT07在台灣目前開出的是37萬元的價格 對那這是譬如說這是這個22年式的 就是還沒有改款成23年式 我們剛才有講到這個TFE表 還有可選配的進展快排 是對那22年式是37萬元 所以我在猜未來假設Suzuki的8S進來的話 應該會接近就是37到40之間這個區間 我也這麼覺得 可是我真的非常建議台零機車這個車不能賣太貴 因為我個人私心覺得Suzuki的GSX8S 是現在就是22年底推出的這些 重量級雙鋼接車裡面賣相最好的一台 是因為你看它的外型是雖然先不管外型的美醜 我覺得它外型是最有獨特性的 你看像CB750 HOMENET那個外觀有改嗎 那個就是老車吧對不對 MT07那個樓下就有啦就是隨便路上就看得到 所以我真的覺得GSX8S是給大家最有新鮮感的選擇 那同時在電控配備的部分也是非常不錯非常亮眼 那再加上我覺得應該會有很多人很期待Suzuki這麼久 你看沒有推出這個集聚的產品 應該會有很多人想要躍躍欲試 想要來試一下這個全新的街車 所以如果它價錢開的很甜的話 我想應該會吸引蠻多人引起對這台車的注意 對那我覺得我們還有另外一個可以參考的 就是我自己的車 SV650還在賣嗎 他們也沒有停止說要賣SV650系列 那SV650在台灣目前的建議售價是35.8 就接近36萬 所以我在猜它未來 因為它這車畢竟它還是比SV多了那麼多東西 然後又是一個全新的引擎跟電控什麼這些 所以我覺得它應該再加個差不多3-5萬塊 我覺得應該最終的售價會接近四字頭 可是我覺得應該還是會開在三字頭 它說不定會有剛上市的時候會有什麼優惠 或有什麼搶先找鳥架之類的 他們畢竟他們之前MD送1000的時候 那個找鳥架也是還砸 沒錯 對那我覺得可以期待一下 因為台齡其實過往在價格策略上面 他們都還蠻有 還蠻有誠意的 對 而且我想這台GSX8S對台齡機車來說 應該也蠻重要 對因為他們已經很久了 有點久沒有新車可以賣 新機種 上一台好像就已經是Vistone1000 Vistone1000 對對對 真的需要一點新機種來刺激一下 他們這個品牌的活力啊 那不知道大家這幾台評價了雙鋼接車 大家會怎麼選擇呢 歡迎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我個人真的是直接投GSX8S一票 你咧 你會 我媽兒 SB SB6V 對 如果是我啊 我如果要升級的話 我可能會比較想要HONET 750 對 因為雖然那個外觀跟那個必定雙方這件事情 就是還是有那麼一點點那個 但是畢竟它是一台 就是假設它竟然它沒有嚴格的話 它是一台90P 這90P還是蠻香的 對 那你再選個什麼進退快牌 哇那個完整度真的還蠻高的 好那以上就是我們針對2022年 非常熱門的兩款運動街車 SUZUKI GSX8S 還有YAMAHA MT07所帶來的紙巷PK 請持續隨便我們SUPERMOTO8的頻道 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愛妳了 神經病 還好呢 這裡